目前我们人类的文明面临了各种大问题 像生态崩解 资源耗尽 海洋污染 气候变化 金融危机 贫富差距 利病盛行 食品污染 药物滥用 教育偏差 精神疾病 犯罪战争 你想想看我们一直都很积极 为什么结果反而更早 我们一直都想要改变 为什么成果就是有限 因为我们的教育 太向外求 少了项内的发现 太多正向积极的思维 一直往前冲 一直往前冲 少了对当下的欣赏跟惯照 那这个正面觉察 Mindfulness 就是让人类的文明 能够停止崩壞 人心能够转化 提升了一个重要关键 它不是任何宗教 我再强调 它不是宗教 也没有任何的神秘色彩 它只是提醒我们 常常能有 思维模式 切换到 感觉模式 好好地感受当下的美好 学校教育里面有关情绪 EQ 品格 正向 都是我们所重视的 而思维老师在推动的 把握当下的察觉 我想更是一切的一个源头 所以我非常支持思维老师 来推动所谓 学察的教育活动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从教育开始 所以我们很希望在 幼儿在小学这一块 能够透过大家的力量 然后让正面 变成一种 一种普世的 一种学校的基本的教育 那我常常在想 觉得他们从小的时候 不管是幼稚园 小学 的孩童磁琴 在成长的关键时间 就能够接触到这个 用这个来做 他们成长阶段的 情绪调节 还有觉察的一部分 相信长大之后 会减少很多的 情绪困扰的问题 我们了解 我们的行为基本上 是有它的一个惯性 那这个惯性 如果说你没有觉察 没有清楚看到的话 你会觉得那个惯性 刚刚滴滴 或者是沉沦 我们台湾最大的问题 在哪里 我们对它的问题在于 没有意义 找不到生命的意义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学的东西 跟我们生命是脱节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就放这个身体扫描 然后就跟他的孩子一起听 那当然一开始他的孩子 一个二年级 一个五年级 他很吵不要 可是后来慢慢的 他们也可以跟随着这个里面的这些话 那就慢慢安定下来 然后妈妈常常讲说 我都比孩子更快睡着 正念刚好是帮助睡眠 最棒的一个方法 你没有感觉吗 不必用药 身体扫描 观察呼吸 自己就睡着了 正念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也那个完全的接纳 也感应在我跟孩子的相处上面 我先照顾好 管理好 我自己妈妈这个情绪 而不是把我的情绪跟压力 放在孩子的身上 他在这一年中 他在他学校的中间 他在学校的中间 他在学校的中心 推荐一些意见的 关注聆业 在他学校的联系 就是联系的联系 联系人的联系 联系人的联系人的联系人 联系人的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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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词词,词词,那是正常词 我想是能练习的台词,能练习的智能 能练习的智能 能练习的表现 我认为,我们说的 IQ 是现在EQ 社群体,社群体 可能你是PQ 可能可能不佳能说 可能不是脑海的 可能是PQ Presence Presence Quotient How present can be 什麼叫做正念覺察 卡巴金博士說 刻意的 不加評判的 針對當下的注意力 那我們再講的更短一點 就是 現在發生了什麼 那我還編了一個口訣 慢慢輕鬆看 慢慢輕鬆的感受當下 那我們現在就來體驗一下 對氣球爆破的恐懼感 希望你第一個 不要摸住眼睛耳朵 面對它 那第二個 不用強化內在的恐懼感 感受你心中的不安跟恐懼 你害怕它會爆破的那種心情 那 為什麼覺察會對我們 學業品性 甚至人生各方面都有幫助呢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跳離慣性 所謂江山易改本性來 我們其實中習生幾乎都按照某種慣性 按照某種慣性在走 那如果今天我們一個刺激來之後呢 我們多了一個覺察 多了一個覺察呢 也許就不一樣了 那個心理學家 Benjamin Lieber他發現 人的大腦在產生 先被激活 然後再四分之一秒產生動作的意圖 然後再一個四分之一秒產生動作 也就是說一個刺激到一個反應之前 我們有兩個四分之一秒 二分之一秒可以做選擇 這時候如果我們有做了一個覺察 慢慢很清楚觀察自己 就像剛才有一次氣球一樣 你就有新的選擇不被綁住 剛剛各位都親身體驗到了 你是可以轉變自己 於是我們會有新的反應 會有新的行為 甚至我們有新的人生觀 新的命運 所以我就用覺察 關照內在的一種力量 關照當下的一種力量 來想要試圖做一個心靈教拐的翻轉 我第一個名字叫PQ Presence Caution 這四年來我在小學的高年級 用覺察帶領小朋友 不管在學業 情緒 品格 克服逆境上做了很大的一些進步 我把一些成功經驗寫在我的書 全班都零分